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来看看在亚洲股市 从今年到目前为止 涨幅第一名是东京的日经指数 那么它的幅度超过43% 第二名是越南 第三名菲律宾 第四名亚加拿大 那么台北在中间 我们大致上是比上不足比下有益 不过台股最大的关键 还是在成交量的萎缩 所以如果以1到8月台股成交量 是40.6%的作转率 这个40.6%输给了德国股市41.6% 同时输给道琼指数的43.6% 更输给纳斯达克的98% 那么也包括日本现在是到82% 韩国也是到61% 所以如果说当时台股在90年代 跟2000年之前的黄潮是过度的投机 周转率太高 现在来讲台股周转率是太低了 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另外我们看到日元最近在100在盘旋 日本的日经指数也在14000到15000点之中震荡 回头来请教李总监 我们看到欧洲的指数 欧洲的MSCI的欧洲指数创五年的新高 这当中我们看到纽约最近到470.2% 丹麦涨到578.2% 创历史新高了 另外我们看到西班牙在去年收盘价是8167.5% 现在是9287% 爱尔兰涨到4320.2% 都是创波段新高 最近的意大利也是显著的上涨 所以我们看到除了德国 华国表现不错之外 欧洲其他的欧洲国家 今年也是相对表现不错的 全球股市今年涨幅最整齐是在欧洲 那欧洲给大家带出来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想法 我想同样这个问题 我还是用棋盘四个角度来解读欧洲 刚刚第一段有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全球不管你做什么生意 这棋盘就是这四个角 我觉得其他都杀吧 那从这样子看的话 我补一下刚刚没报告的日本 我想今天跟他讲的两个地方 请大家游到日本去去走一下 就是说奥运给了日本 是一种幸福 如果奥运给了新兴国家 它就是一种迷惑 就是说今年的奥运的决定 从我们台湾有一个富翁的第二代 到英国的海德堡公园附近 去买了四级亿台币就知道说 奥运给文明国家 它有钱所举办的 带来的经济效应 也跟给新兴国家 用借钱的它的不同 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星 叫欧阳飞飞 他跟他先生就住在这个地方 他在西部亚在澀谷区的附近 另外一个地方叫广运 广州的广 尾巴的尾 它是在日本的皇宫附近 都是大使馆区 这两个地区就像我们台湾的地堡 心意计划区一样的内容 现在日本的富翁 从东京奥运完了以后的每一天 这两个地方被咨询的密度最高 我说一个国家一个地区 当他的富翁愿意对本土的任何的资源 愿意用金钱去投入跟关心的时候 这个国家一定大齐 所以棋盘的四个角 这是日本 我们现在来回到 刚刚董事长讲的欧洲 能够观察欧洲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指数 叫做道琼欧洲600指数 他取欧洲18个国家的600家公司 他的历史的高点的指数是392点 现在是313点 也就是说 欧洲的复苏没有美国来得那么快 美国的S&P500跟美国的道琼30 创历史的新高的同时 欧洲离他 道琼欧洲600家公司 涵盖18个国家这个指数 离他392这个指数 现在大概317上下 还有一段距离 代表欧洲机会无穷 欧洲几乎无穷的分析在哪里 第一个 我们记得欧洲五国那个时候的西班牙 那个时候的意大利 他十年起的债建最高到了7点多到8 现在两个这个利率 躺在4.4%到4.3%之间 所以会发现这两个月最明显 我说欧洲要再接替美国休息起来 最重要的思考就是第一个 我们在道琼欧洲600这个指数里面 我们看到了这两个月 华国的新业银行涨了36% 意大利跟西班牙前五大银行涨幅 都接近30% 甚至超过30% 它的关键是 德国 刚才懂吗 德国股市创新高 可是他这两个月的涨幅还在个位数 大概百分之八左右 百分之七点多 可是华国 西班牙跟意大利 他的股票的涨幅都是两位数 这样的内容告诉我们欧债 这些欧洲这些国家当时出问题 这些的国债全部为银行所持有 现在欧洲的金融银行 没有资产减损的问题 因为欧债的利率都在下面 它的价格往上走 当欧洲的银行体系 在2010年欧债风暴 银行风声鹤唳的同时 它现在不但没有资产价格的减损 而且有资产增加的这样子的 活水进来 它的金融的安定 成为欧洲这一次复苏 上来里面非常重要的基础 这是我们在欧洲看到的第一个内容 第二个我们看到 欧洲的民生工业的内容 我想在这里给大家报告 你一定会用唐号说 怎么这么厉害 德国的VLU 德国的福斯汽车 德国的克莱斯的汽车 德国的这个汽车公司 跟德国的BMW公司 这三家公司的股票都创 不是在8月就是这个月 都创它历史的新高价 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化国 大家都知道PPR集团 PPR集团是什么 它创历史的新高 这是精品 PPR集团就是Gucci 就是机车包 就是Botega 就是YSL的圣楼兰 这四家公司的母公司叫PPR 最近改名的叫Corin 这一家公司创历史的新高 那这个意大利呢 台湾很有名的叫TOS 意大利的TOS集团 创历史的新高 西班牙的LALA 它的母公司 创历史的新高 现在跟着它报告 都是在8月中下行 到9月这个月 所发生的内容 另外还有一家 就是瑞典的H&M 创历史的新高价 从这样子的内容 在民生公众比 我们看到了 欧洲要起来的征兆 再来是航太 航太企业 我们在道琼 欧洲600跟美股 往上走的那些时候 我们看到了 空中巴士的母公司 挂牌的控股公司 创历史的新高 我们看到了欧洲 非常有名的 不是只有汽车 劳斯莱斯 劳斯莱斯是全世界 汽车引擎前五大的公司之一 它创历史的新高 如果回到美国的话 Pauline也创历史的新高 从这样内容来看 还有美国的洛克希德公司 也创历史的新高 也就是说在欧洲 我们看到了2012 到2020年 到2030年 将近以后18年的 2012几算18年的时间 从空中巴士 波音的报告里面发现 全球航太的客机成长 每年年复的成长 每一年都有5%到6%之间 这个地方所延伸出来 以台湾为主着的汽车零件 所延伸到航太零件 这块非常惊人 在下面一块是最精彩的 就是医疗设备 来自于印度跟中国 对医疗检测仪器的需求 对医疗设备里面的需求 会在台湾也形成一个非常强非常强的 一个供应链的公司会在市场崛起 所以从欧洲来看 它的复苏 从航太的内容 从它民生工业品的消耗品 汽车跟它的精品 这样子的起来 还有一家话股 刚刚忘记报告 最重要大家都知道的 LV创历史的新高 从健康金融来看 欧洲接棒了 这是刚刚董事长问我的内容 我跟大家的报告就是 欧洲的稻穷600 涵盖了18个国家 600家公司的内容里面 刚刚跟在他报告时事里面 拉一些出来 像保时姐大家都知道 他创了五年来的新高 像这样子的内容都已经超越了 当时金融海啸的内容了 这些东西都是民生观察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标 尤其是美国那个3M 它在第二季 大家都知道3M 它是工业耗材全球最大的 它是全世界办公设备用品 最大的 它在第二季 1902年成立的公司 现在市值800亿美金 在上一季 它的营收跟获利 同样创历史的新高 你就知道全球这一次的经济尾端 都安全 全球的经济 要起来之前 这个时候的休息 后面的阳光 所以跨过台湾 你就能看过很多欣喜的内容 欧洲起来了 好 我想欧洲的起来 我们可以把这个 刚刚李总监讲的四根大柱来讲 美国扮演龙头的角色 他不断地在挑战历史新高 现在欧洲 颓势当中 今年表现相对出色 而困了日本 20年的日本 现在开始集体直追 这当中我们回头看 中国大陆 在过去这半年 它的经济调整 包括股价的下跌 是让大家那一把冷汗 不过在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 飞风的PMI的指数 重新占上50 另外一个 中国的需求最近有些改善 那么影响最大 我们看到一个 散装航运的BDI的指数 它从最低661点 最近已经跑到2127点了 涨了三倍 那么这个对国内的航运股 带来很大的激励的效果 包括对钢铁产业 现在铁矿石也开始从谷底 开始翻身 那么这个现象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的经济 比大家原来的悲观的疫情 现在显然表现得更好 所以这个对中国 对全球带来的经济的助力 我们请李总监跟他的报告一下 我想中国最 让在台湾 或者看全球经济人 最安宁的一段 就是他没有下来 虽然卢比尼说 2014年也就是明年 他的经济成长会在百分之七上下 他的2015年经济的成长会在百分之六以下 但是他有附带的就是 中国在从资源密集消耗转型 到消费型的国家里面看来 他软轴路的激励已经 非常非常的清楚 从这样内容来看 第四季 就是十时一时二三个月 我们从中国社会的全中国的用电量 他百分的用电量的成长 居然是两位数的成长 创到25个月来用电量的新高 这个意义非常的不寻常 像他这样的内容 就同样带出来刚刚董事长提到的 一个是铁砂 一个是BDI的航运指数 他这航运指数 一个月涨了七成 最近的四个月涨了快一倍 这个散装的航运指数 知道散装船主要都运铁砂的 铁砂它的量 一到八月成长了将近 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 它的价格上涨了百分之二十 它就告诉我们一个结论 中国的循环的产业 包括台湾 今年的一月到今年的九月 低迷了九个月 现在从散装航运的指数 这样的起来 它跟2011年的时候 完全几乎一样 可能会走到明年第一季都不一定 总之一个结论 中国的社会用电量 创达单列八月份 创达二十五个月来的新高 它告诉你 中国的调整在这个地方 在往下坠的机率 已经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少了 这个时空里面 它的铁砂的用量 铁砂的价格涨了快百分之二十 所以像这样的内容 告诉我们中国的循环的产业 化工也好 钢铁也好 在整顿一段时间在这个时空 它可能到明年的第一季 它都会让中国的经济在这个时空 在美国休息的状况的同时 它跟欧洲两制军在这个地方出来 日本的期待值 从东京奥运里面把期待值去挥洒 现在的报告已经在预估 2015年的稻穷指数 日经指数会回到三万点 如果这个内容这样去看 棋盘里面的三个角 中国这一角 我说观察中国数据太多都没有意义 一个是库存在下降 一个是它的用电量在拉升 这就告诉我们这个时空的中国 只会给你不要害怕的内容 非常欣喜后审 它只要不要害怕 担当欧洲跟美国的启动 两个加起来就三十二兆美金 占了一年六十五兆美金里面 已经将近一半了 所以台湾绝对是百分之百连 是连这样的内容 不是你现在连台湾看到的 谈话性节目所谈的悲戏的内容 不是 所以我想重点是在这里 好 我想刚刚李总监特别提到了 在马王斗争的两三个礼拜当中 我们先来比较一下 这一周整个指数上涨21.5 那么周量是3923.92亿 大致上也是低量的 另外在前一周是指数上涨27.85 那么成交量是3922.33 那么礼拜五是指数上涨46点 那么现在收盘的位置 8230.68 成交量712.9 那么在郑密宗主委 他祭出了三支件 那么包括平凡以下放空 这些措施台股的成交量 大约就在七八百亿 那么七八百亿 不足以造成股价全面的大涨 但是现在大家如果稍微注意一下 台股在这种选股不选速的过程当中 个股的表现是天差地别 有人在平创新低 你看今年当中包括宏达电 或现在的TPK陈宏 股价跌幅非常惊人 但是股价上涨涨幅惊人的一大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稍微休息回来之后 再来请教李总监 到底未来的台股怎么看 包括选股 我们应该从哪个角度来着手 稍微来